一日一早 鸡鸣一循 今夏便起身 收拾好被褥 拿着小小意在屋内转悠 先是放在枕头旁 甚是惹眼 总觉得不妥 至于桌上 一与屋内的陈设不相搭配 思来想去 还是压在了被子下面 临出门还又确认了一次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没有大人的陪伴 今日更要努力当差 今夏想着 换好补快服 竟自往六扇门去了 今儿个真早啊 夏爷一位同僚批见今夏进门 便打去道 今夏瞅瞅他的坏笑 回了一句 小爷哪日不早啊 莫不是吵架了 且 豆芝儿都堵不住你的臭嘴 今夏回对了一句 出去倒茶了 八卦的氛围就此打住 有时 今夏伸了下懒腰 活动活动颈椎 环顾四周才发现 偌大的屋内 只剩自己一人 从卷宗里抽离出来 方觉得有些疲惫 暗街上的茶早已凉透 定了定神 今夏转身踏出了门 截然一身 四周顿时蒙上了一层孤寂 天空被灰色的云笼罩着 被压低的暑气并未全然退散 晚风席卷着闷热 让人平天极许不适 今夏一人走在街上 人群依旧熙熙攘攘 各色铺子生意红火 就连门口仅仅只挡几张桌子的小夜市也门停弱势 好不热闹 小二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有声音间隙的 也有热沉浑厚的 客官 里边请了 上好的酒肉 官也可要喝花酒 新菜样式吃雷 不知是不是金水河畔又有杂耍表演 时有清亮的哨声传来 人们喝彩声也被阵阵热风诉入耳畔 只可惜 今夏好似全然没有听到 不知不觉 竟停在了景福楼门口 三楼东边靠窗的厢房透出暖黄色的主光 今夏痴痴地望着 今夏 慢点吃路易拿着帕子 宠溺且无奈地轻轻逝去今夏嘴角的油渍 大人 你也吃啊 这个体饱 外层焦脆 内力酥软 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今夏一边说着 一边发出恩 恩的咀嚼声 要不要再来杯果酒 路易微笑着提议 满眼温柔 大人不是不让我喝酒吗 今日怎如此兴致 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问号 都说 小卓怡情 没有让你戒酒 只是 只能和为夫一起 好啊 好啊 你是大人 自然是听你的 嘿嘿嘿 小二 一壶青梅酒 爱 今夏轻叹了口气 想努力拉回思绪 不舍地回望了一眼 默默地继续前行 呼呼呼只是一群鸽子飞过的声音 竟然也有几分嘲弄的意味 说来也奇怪 这回府之路 今日怎的如此漫长 腿也快挪不动到了 苏杭特色榴莲苏啊 官爷可要尝尝新式样 哟 陆夫人呐 今日怎哀 可要试试这新开发的榴莲苏 店家小二一时也有几分尴尬 赶忙地上破盘 慌乱地陪着笑 今夏目然看着碟子中的榴莲苏 挤出一个笑脸 下次吧 加快了步子 仓促出逃的错觉 店家拾去的摆摆手 又转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远远地 又飘见今夏的耳朵 心是榴莲苏裂 走了许久 终于转向相对僻静一点的巷子 咕噜噜 肚子的声音打破了今夏的思绪 又饿了 走 带你去吃好吃的 榴莲苏也打包一份回复 陆毅的声音 又在今夏的脑中回响 今夏环视周围 眼神急切地探寻着 仿佛大人的身影随时可能出现在街角 从期待到失落 这些平日里一起走过的街道 逛过的店铺 都裹挟着回忆 汹涌而来 让此刻的今夏觉得自己如此渺小而无助 更让自己的思念和依恋又身上已重 不 事实重 若是大人在 该多好啊 今夏抬头望望夜空 只有稀疏的几颗星 月儿如钩 也弯成思念的形状 与大人分离的61个时辰 今夏一个人蹲在郊外的一所废弃院落的墙头 为了用拆使替代对陆毅的思念 今夏接了一个抓小贼的案子 回想多年前 自己尽头十足 连巴几个大业捉粮上君子 不知疲惫 如今却全然不似那般心境吗 月色灰淡 周身都置于烂黑之中 反倒让今夏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思念陆毅 思绪毫无遮拦地游荡 往日的一切 历历在目 数月前 也是在这么一处破院落 陆毅接住了从墙上跌落的自己 结实的臂弯让人分外安心 日光下自己散落的乌发 也分外撩人心弦 大人陪着自己办案子 别提多甜蜜了 现夏 爱 今夏叹了口气 似乎最近叹气成了新习惯 没有星醒的夜晚 东南西北该如何分辨呢 大人 你可曾已然到达楚的呢 大人 快些完成差事吧 我有些等不下去了 大人 我好想你 今夏低下头 双臂环抱着双膝 只有自己一个小小的身影 孤单地蹲坐着 周围的暗夜已然吞没了他 又或者他整个身心都融入暗夜 静静陪伴着陆毅 大人那边的夜 也如此漫长吗 第七天 日日思今不见君 如今这出门 已然让今夏内心十分拒绝 无奈今日还得当差 好不容易从府上来到了六扇门 偏偏又碰上宋公文这种 没技术含量的火 还是送到北镇福斯 啊 造化弄人 如若平日里 今夏真是八步地接这种活呢 同聊门心之肚明 不 善解人意 今时不同往日 却偏偏 这活又转到今夏手上了 坐着眉头 今夏无精打采地走着 犹如游离在喧闹之外的路人 远不快 大人 今夏下意识地抬起头 只一瞬间 眼里的星星就黯然无光了 哦 是你啊 好久不见 你这是一家老三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哦 我送公文 就不打扰了 说吧 今夏欲绕开此人而行 一家老三却道 爱 富人 何必如此奔波呢 腰头 顿足 恶腕叹息 该怎么描述这种发自意 老三的无奈 今夏懒得与他理论什么 只是觉得真是不巧 状态不佳 还偏偏碰上这么个老骨板 不由得眉头促得更紧了 夫 人 夫 人 听到熟悉的声音 今夏转身 小五 只见一个小丝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容易 在今夏面前站定 一阵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过后 终于说到 书信 大人书信 话音刚末 今夏就飞奔起来 夫人 等 等等我 叫小五的小丝 又跟着摇摇晃晃跑起来 第四个小丝 就说到